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幅画没有作者落款 没有画面内容介绍 也没有确切创作事件 再次之前 他从来没有与公众见过面 连他的名字在修复时也还没有定下来 经过故宫专家考证 他画的是乾隆皇帝给他母亲重庆皇太后过八十大寿使 现场诸寿的事情 他们把这每个人都对上了 现在就是一出写这篇文章 就是把这两边这飞子谁是谁谁是谁都对上了 那这到底是谁啊 这是乾隆啊 这是乾隆 乾隆给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 这有点平民化 你发现觉得吗 这张乾隆的那个面目还真是跟以前那个乾隆那个不是特别像 飞子这两边都是 你可以知道乾隆有多少个飞子 这幅已有两百五十年寿命的古画 原本非常的残破 捐面有缺损 锻炼 还有煤积 杨泽华和同事们刚刚把它修复好 中国古术化所用材料大多为均和纸 质地鲜薄 再加上年代九月 很容易会有破损 掉色 如果没有一袋袋修复诗的工作 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那些流传千年的传世民作 这不点抱着呢 点抱着呢 这梅花嘛 这是抱春的意思嘛 保身来吧 这张块要回到原来贴的一个原始位置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原始位置应该是去考证 应该是贴的收完工的 修复工作要求精力高度集中 他们都有自我放松的方法 中国书法和绘画在世界艺术之林 享有很高的声誉 书画装表最初起源于古人观赏 收藏绘画的需求 书画装表最早起源于什么年代 在能够查到的历史记载中并没有明确的记录 最早的记录大约在近代以前 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如此漫长的探索 演变和发展 它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杨泽华来到故宫 学徒三年后 分进书画修复组 性格活泼开朗的他 乐于接受传统记忆 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将现代活力融入古书画修复 实际性的产地 刚画上好多对你颜料的一些测试分析 一些数据 是吧 你可以知道他当初画的这些矿物颜料 你甚至可以从这些数据 你可以知道它的产地上 你对现在修复当中 你所用的绘画圆 全色那种颜料 都是个依据 所以它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测试 你看它这个明显的 它帽子标上是一条白的 因为这个要是自己观察的话 原来就怀疑 但是不能很确切地说 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这个拍出来以后 就能看到好多最原始的作画过程 故宫古书画修复第一代开创者 修复过清明上河图 五牛图等顶级名画 是黄金一代 杨泽华的师傅叫徐建华 是故宫古书画修复的第二代 是这门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这这弄好了 弄好了 完了又再弄边 你转 你看 由于土地多 师傅少 六十多岁的徐建华 现在是退休后返聘 继续工作 传授技艺 今天他们要把这幅画贴上墙 这是代代延续下来的古法 往前衬着 贴上墙以后 纸张由湿到干的过程中 因为自身的拉力可以变得平整 但处理不当就会崩断 造纸学告诉我们 纸张相互间的连结是靠清剑来实现的 纸浴水后纤维间架起水桥 失去了纤维间原有的清剑结合 因此湿纸不计干纸强度大 干燥去水后水桥折断 再次恢复清剑结合 纸的强度又增大 纸与纸的粘合 还要靠人力的刷和蹲 纸与纸之间 水承担了一部分粘合剂的作用 胆水的目的是保湿 上场之后你得看这东西干的均匀不均匀的 你拿手不就摸吗 就比如这干了 这中间没干的 那你这上面也咋点水 你得让它所有的这些有香口的地儿 才好它这化芯让它掀干 然后你再让这些东西干 它掀干的地儿它拉力就大了 就比较安全 一般来说 古书画分画芯 命纸 背纸 装饰等几部分 画芯就是书画家最初作画的纸或卷 后面根据情况还会再有几层装表 张旭光出身书画修复世家 他的父亲就是故宫书画修复组第一代开创者 书背 我这条加一层纸 那个是原旧料 旧料的厚度太薄了 比划芯要薄 所以我要在这个材料上加一层棉帘 加一层薄纸 做出来整体 就是画芯与材料之间没有太大的学术保护 八十年代 张旭光进入故宫 从事书画修复工作三十年 他在书画保护方面 具有丰富的时间和独到的见解 绵绵纸 是宣纸中最薄最软的一种 适合用作副背纸 这道细腻的工序 拿错 这这这面的饼 真是不新啊 你看看来 看到有多少 有没有稍微厚 能感觉出厚点 正常不错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是找到和原料搭配的纸太难 很多古代造纸记忆已经失传 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这是一门处理干涸时 粘合于分离的记忆 一幅字画经过装表后 已经包含好多层了 普通人是无法分辨的 复背纸虽然不表露在画幅的正面 但复背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整个画幅 好的复背可以使画幅平挺柔软 看了赏心悦目 摸在手中晃动无声 要是新料就不算有这些问题了 因为它是旧料 就是原来的那个发生的那个旧料原用 所以就这么做的麻烦 这样麻烦就得有这种耐心慢慢慢慢去弄 拿十毛巾一改 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干 等你一干了 你再想让它沾点沾不上了 这就保湿了 支持好 队 主持人